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七集 那今天跟大家探討議題是什麼呢 是關於摩卡糊的 摩卡糊 那很多網友都會詢問學長一個 已經問了很多很多年的問題 就是從學長剛學摩卡糊的時候 就被問到現在就是 粉槽裡面的粉 到底需不需要填壓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人都會把摩卡糊 跟義式機來做一個很像的對比 會覺得說 義式機可以做出很厚的Cream 那我的摩卡糊也想要類似的 效果可不可以呢 所以才會把做義式咖啡 那個填壓的那一套 套在我們的摩卡糊上面 OK 那這個邏輯到底對不對呢 好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關於 摩卡糊跟義式機 他們的萃取方式 其實有一點點接近 就是把粉布在我的粉槽裡面 然後水會穿過它 穿過它的過程之中 因為有壓力 就會有一點擠壓的效果 就會把油脂跟風味擠出來 這一點萃取的部分 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這個形態接近 但是它功率差很多 義式機一般來說 我們至少都有八九大氣壓力 但是摩卡糊呢 最多大概就是三到四個大氣壓力 所以我們會發覺說 它的充力 無論是充力 它水穿過咖啡粉的力道 摩卡糊是遠遠不如義式機的 那我們就來回到義式機 那為什麼它要填壓 因為它的功率很強對不對 功率很強的情況之下 水力很強會穿過的粉塵 這時候呢 粉就要摩得很細 然後用Tamper 就是所謂的填壓器 把它夯實 把它壓實以後呢 它裡面形成一個很強勁的結構 很扎實的結構 這樣子水就不會馬上穿過去 就是粉跟水 它是呈現一個對抗的狀態 它的對抗的狀況 剛好的情況之下 它就能順順的 緩慢的穿過我的粉 然後造成很好的萃取 好 那同樣的邏輯呢 如果一樣這麼扎實的粉 放在摩卡糊裡面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結論就是 因為摩卡糊的力道不足 所以呢 水會穿不過去 造成什麼 它根本就沒辦法 水流不出來 OK 那你就萃取失敗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通道效應 OK 那通道效應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我的咖啡粉 它的密度很高 我水過不去 但是我的下面的壓力 還是持續的有壓力嘛 對不對 所以水還是會想盡辦法 想要過去啊 這時候呢 水就會往 密度比較低的地方轉 好 譬如說如果 我這整塊餅呢 它都是過分的密度高了 然後倒 但是呢 右半邊稍微低一點點 它可能粉比較少 或者是它壓的時候 沒那麼實 好 所以水呢 就會選擇一個 比較好走的通道 好 就不斷的往右半邊穿 導致於什麼呢 右半邊的粉 不斷會不斷的被沖刷 不斷的被萃取 然後甚至導致於它萃取過頭 但左半邊的粉呢 因為它的密度很硬 導致於這一半邊呢 都萃取不足 甚至沒有萃取到 那一半萃取過頭 一半萃取不到 那代表說 你的萃取效果一定是最差的 OK 所以呢 我們會發覺說 當你使用了過細的粉 或是你把它壓過時的情況之下 就會出現兩個狀況 有可能出現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它水根本流不出來 第二狀況呢 可能還會形成通道效應 所以呢 學長是不那麼建議大家 把摩卡糊的粉壓得那麼實啦 除非你用的是比較 粗一點的粉 那你填食呢 只是希望說 它的整體的密度是比較均勻的 那你做填食的動作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要用很細的粉 又要填食的話呢 就很容易出現剛才學長說的那兩種狀態 可能會讓你的風味變得更不好喝 OK 所以以上的狀況呢 追根究竟呢 還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摩卡糊 跟義式咖啡混在一起 因為它們畢竟 事實上來說 功率上面差非常多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一直想去追求 義式咖啡那個油脂的話 那你用摩卡糊就會一直不斷的追求極限 不斷的希望功率更高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就會追不到 或是你追到了 它的風味還是很不好喝的 OK 那也不要過分追求 摩卡糊的Creme 因為有些人在網路上看到 摩卡糊好像可以做出很多Creme 我也想要做 但是呢 事實上來說 它可能用的豆子是比較深焙的豆子 所以它油脂版就很多 那你深焙的豆子 你也未必喜歡喝嘛 所以當我們不斷去追求 不屬於這個器材本身的一些特徵的情況之下 你反而很容易失去了 咖啡原本的好味道 OK 所以呢 學長建議大家 摩卡糊我們粉把它布滿就可以了 不太需要去壓死它 那我們今天的Q&A就收到這邊為止 OK 那我們今天Q&A就收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